说起火箭弹 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印象或许就是价格便宜 但是打击精度却没那么准 不过最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展示出了一款新型的火箭弹 魏氏六四 它不仅射程可以达到280千米 打击精度也能控制在10到30米之内 正因为如此 有军迷把它称之为史上最强火箭弹 魏氏六四火箭炮 是中国在魏氏系列火箭炮基础上研发的最新型号 它的上一代产品 魏氏三和魏氏三五 已经具备一定的制导能力 可以精确打击敌方的指挥中心 仓库 导弹阵地等点状或面状目标 如今改进后的魏氏六四 更具备主动寻找目标的能力 能够在280千米范围内打击移动舰艇 原概率误差小于30米 如果加装末端制导设备 精确度可以提高到10米以内 基本相当于指哪打哪 正因如此 魏氏六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 首款暗对舰精确制导火箭武器系统 火箭弹过去主要用于打击相对固定的 面状分布的地面目标 比如说像地面的作战部队的人员 或者是轻型装甲车辆的集结地 还有地面防御工资等等 但是魏氏六四火箭弹呢 则主要用于打击海上的运动目标 应当说啊 这是对传统火箭弹作战用途的一种颠覆性的革命 魏氏六四火箭炮的优点还不只是打击精度高 从外观上看 它使用重型车辆作为底盘 有着良好的越野能力和机动性 能够部署到任意地点随行对敌打击任务 从火力配置上看 每一辆发射车装载8枚火箭弹 整车准备时间只需要8至9分钟 打完后可立即撤出发射阵底 有分析认为 这款武器对于缺乏先进作战飞机和空射反舰武器的国家来说很有吸引力 它们不但获得了一种远距离打击敌方舰艇的能力 还可以根据作战需要封锁海岸并作为海防系统来使用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评价说 美国经常喜欢在近海地区欺凌弱小国家 而卫视六四的出现将是这些中小国家的撒手锏武器 绝对能让美国人好好清醒一下 卫视六四火箭弹主要用于暗机的对海作战这样一个用途 因为它的火力密度比较大 反映速度比较快 这个是可以取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国家 如果对它的重要的水道或者是海峡进行封锁作战的时候 那么卫视六四火箭弹有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卫视系列火箭弹不仅能反舰 还能反潜 2014年9月 保力集团首次对外展出了一款可以反潜的火箭炮 这款反潜火箭炮的奇特之处在于 它不是部署在军舰上 而是部署在陆地上 作为卫视三远程火箭炮的一个反潜弹种 由于卫视三火箭炮的发射车本身不具备对潜艇的探测能力 它在反潜作战时 必须依靠数据链 从反潜直升机 水面舰艇等反潜武器上 获得打击目标的具体坐标 反潜火箭弹 采用这种多管发射方式 一旦发现潜艇目标 就可以同时发射多枚火箭弹 对潜艇进行饱和热攻击 这样的话有可能让潜艇无法逃脱 第二个的就是价格便宜 与现在常用的反潜鱼雷 或者是反潜导弹相比的话 火箭弹是采用简易制导 它的技术复杂程度大幅度的降低 中国的成本也会明显的下降 近年来 随着鱼雷和导弹技术的发展 英美等西方国家 在火箭炮的研发上逐渐停滞 然而 中国的军工企业 却被这种武器的高性价比 深深吸引 如今 中国已成功研发出 A200 卫士3 卫士64等性能先进的火箭炮 并且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目前 中国的MW120 已出口到约弹 A100已出口到坦桑尼亚 卫士1和卫士2 先后出口到埃塞俄比亚 苏丹 土耳其 巴基斯坦 在卫士1的基础上 加装卫星制导系统的卫士32 还出口到了泰国